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替代人选 此前传闻由中共军委委员接替 但习近平最终选择了一张新的面孔 12月29日 北京当局宣布任命前海军司令员董军上将 为新任的国防部长 以接替四个月前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并在两个月前被正式免职的前任国防部长李宗盛 综合报道 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9日闭幕 中共前海军司令董军出任国防部长一职 习近平随即签署主席令 宣布并确认对董军的人命 此外 中共十四届两会将于明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外界之所以对中共国防部长的更替特别关注 是因为董军的前任李尚服 今年三月出任辞职后仅过了五个月 便突然从中共政治舞台上失踪 官方至今尚未对外公布 他被免职的原因 路透社在报道董军出任中共国防部长的新闻时 指出中共国防部长一直只是解放军的一张公开露面的脸 与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相比 实际军权不大 在国防政策或军事管理等方面说话未必管用 但与前任李尚服不同 董军从未遭到美国的制裁 因此他出任中共防长后 美中两国防长直接会晤 应该不存在类似李尚服遭制裁那样的障碍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62岁的董军出生于山东烟台 常年在海军服役 2021年3月调任海军副司令员 并在5个月后升任海军司令员 2021年9月 董军晋升为上将 值得注意的是 董军曾担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东海舰队所在的东部战区 是负责台海的主要力量 董军还曾担任过南部战区副司令员 而南部战区在有主权争议的 南中国海开展行动 新加坡拉扯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的 国际关系学者李明江对路透社表示 董军应该熟悉如何处理 中美军方之间的近距离接触 当他需要处理中美两军之间的危机时 这一点很有用 此外从董军的履历看 他不是习近平嫡系的之江新军 又不是红二代 与习近平并无直接交集 并非是习的亲信 所以一直没有人预测过 他是国防部长人选 相反 今年8月传出中共北海舰队093型核潜艇 在黄海失事一事 外界当时以为 作为海军高层的董军是否需要负责 至于习近平为何最终选择董军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紫云分析指出 习近平靠系统提高军人待遇来巩固军权 但习近平整肃军队力道拿捏不好 在军队里面造成怨队 军心士气受到严重的冲击 他可能因此在新任的国防部长人选上做出平衡 任用非自己嫡系的人马 目前董军对武统台湾问题还没有鹰派或鸽派的公开表态 但在这点上 他与习一尊保持高度一致 是其政治生命 政治前途平安与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海外视频人士蔡正坤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分析指出 任命董军为中共国防部部长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由海军司令出任国防部长 意味着海军将在未来的国防体系内扮演重要角色 公开资料显示 2012年7月51岁的董军晋升海军少将军衔 时任海军司令是吴胜利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郭伯雄和徐才厚 从董军的履历来看 在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十年期间 受到特别栽培和提拔 海外视频人士邓宇文也指出 习近平任命原海军司令员董军为新防长 这个任命有点意思 中共的国防部长以前没有来自海军 这是不是意味着建军思路的某种改变 以后海军会在解放军的诛兵种中作用更加突出 也有分析指出 新任国防部长来自海军 也预示着台海的局势将越来越危险 此外 这次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通报 未涉及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 人大代表身份问题 与李尚服一样 两人的下落至今依然不明 继广东上月出台文件加快港澳居民 在大湾区统一身份认证后 中共发改委再发新计划 以融入大湾区为前提 吸引金融领域的港资 把业务被移到深圳前海的试点区 有分析指出 北京此举不但不利于香港 还暴露了抛弃香港的意图 自由亚洲报道 近期中共发改委发布多份 与大湾区发展相关的计划文件 当中提到扩大深圳前海作为合作平台的功能 特别针对金融服务业发展 发改委官方称 新的行动计划是为了支持 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强调是对港澳利好的政策 但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亚太工商研究所 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有不同看法 北京短时间内连发不同计划 与香港在反送中运动和国安法实施后 外资不稳有关 加上在过去一年 香港金融领域成绩不好 使北京开始着急 担心香港的优势进一步倒退 会影响北京着力吸引外资的步伐 这次计划可能是想把前海打造为香港的备胎 所以允许在前海能做大部分香港能做的事 就是在香港还未断气前以防万一 日本香港民主联盟发言人叶锦龙表示 这次中共发改委的行动 进一步使香港作为特区的边界和特色被模糊化 香港人在身份认同被拿走后 连区域的中心地位和金融优势也进一步被拿走 北京这是要把香港所有的优势都搬到中共可以直接管的地方 2023年即将完结 香港在多项国际排名大幅下跌 尤其最近公布的2023年度人类自由指数 香港的排名大幅下跌至46位的历史新低 其中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的跌幅最明显 12月29日香港股市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尽管恒生指数当天收盘微生 纵观全年港股延续过去三年的弱势表现 恒指连续第四年出现大幅下跌 与去年年底收盘相比 跌幅高达13.82% 纽约时报报道 今年夏天当香港股市跌跌不休之时 港府曾向投资者进行信心喊话 而香港股市今年的表现几乎可以说在全世界垫底 报道指出 香港曾经常激势有意投资中国大陆的外国投资人的桥头堡 但是今年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已经离香港而去 纽约时报直言 今年不是恒生指数暴跌的第一年 而是连续第四年 在此期间 香港被迫在政治上与中共保持一致 实施港版国安法等行动 已经严重削弱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持续超过20个月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 中共当局却和俄罗斯横歇一气 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不但从未要求俄罗斯撤军 不断带风向洗白俄罗斯侵略行径 还被发现暗中提供俄罗斯各种援助 近日俄罗斯前国会议员发出警告 北京正百分之百复制 莫斯科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对付乌克兰的混合战手段 试图操作台湾 台湾必须要提高警惕 中央社报道 俄罗斯前国会议员政权交替过渡期国会发起人波诺马刘夫 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当局正在模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对台湾打混合战 他还提醒台湾当心中共在台湾扶植的第五纵队 其中共利用台湾的民主制度 收编台湾有潜力的政界人士 企图从台湾内部操纵台湾政局 而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这第五纵队就会依据中共的指挥 从台湾内部瓦解台湾 报道指出 正在伦敦访问的波诺马刘夫 目前旅居乌克兰 他支持通过武力推翻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权 并发起了俄罗斯过渡期国会 该过渡期国会的成员 多位俄罗斯前议员或民选官员 波诺马刘夫还指出 俄罗斯过往受中共景仰 如今已沦为附庸 双方关系密切但不平等 尽管中俄发展军事合作 且中国未参与国际对俄制裁 持续对俄输出 具军民两用性质的产品 波诺马刘夫研判 北京尚未直接无偿军员莫斯科 因为不想给自己者无谓麻烦 关于莫斯科是否对亚太地区 甚至台湾海峡爆发军事冲突有兴趣 波诺马刘夫回应说 令人遗憾的是 普京希望世界各地冲突越多越好 这有助于分散各界对乌克兰战士的注意力 波诺马刘夫警告 当前局势十分危险 只要普京能争取到停火 即相当于是俄罗斯胜利 而持续密切关注战事发展的北京 便可能对台湾采取下一步 波诺马刘夫认为 北京至今对俄乌战争仍采取观望态度 随情势变化行动 普京的胜利恐提高北京侵略台湾的可能性 但在乌克兰的处境明朗以前 北京应不至于采取相关激烈举措 总而言之 普京需要习近平 习近平也在学习普京 好了 以上是本期望未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